亞省受到廢棄油井問題困擾多年 而省府計劃以減少交利潤稅為條件 吸引石油公司去清理油井 但有批評指石油公司有責任清理廢棄 不應該以公帑為由幫他們收拾攤子 譚文聰報道 亞省省長戴斯敏早前宣布 名為責任管理激勵的計劃 如果石油公司清理好存在20年以上的廢棄油井 將可以在未來獲得利潤稅務減免 給少些稅款 但計劃一出馬遭到馬列批評指亞省環境法例 基於污染者自負原則 石油公司在法律層面必須清理用源的廢棄 因此不應該以公帑資助他們完成應付的法律責任 加拿大豐業銀行警告 有關計劃只會增加石油公司用源油井棄資不顧的誘因 因為不單止不會被罰款 讓廢棄符合政府資助資格後先清理可以獲利更多 亞省雖然靠石油支付 但是民眾對油井又愛又恨 因為假如堪探到石油 由於亞省政府擁有百成擴產權 因此土地業主必須配合開採而無法拒絕 但是開採後的廢棄油井 全國估計多達22萬5千個 不少負責井口的石油公司已經倒閉 廢棄沒有人清理 或者石油公司寧願長租井口 因為清理費用比租金更高昂 導致亞省廢井問題嚴重 去年一份議會預算報告說 去到2025年 單是清理亞省和沙省的1萬口廢井 成本將達到10億元